李克强总理事实一周 各地民众自发悼念总理的浪潮不断 官方媒体却集体沉默 即郑州、上海、北京、重庆、除州、南宁、深圳、陕西等多地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总理 更多的城市和大学学生通过进行花圈、灯笼、在网络抒发缅怀等各种形式表达对李克强总理的哀思 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与官方媒体舆论的集体沉默形成强烈反差 过去一周多个政府宣传部门和高校均发布通知 要求对关于李克强逝世的评论严格管控 要重点做好评论区管理 特别是要避免出现对李克强总理评价过高的言论 中共当局犹如惊弓之鸟 下命令禁止各地开展纪念活动 北京为了严控民众聚集 从10月30日12时至11月2日24时 全城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 李克强总理葬礼当天所有进京高速被封闭 汽车实行单双号线行 天安门区域地铁公交关闭 李克强总理的遗体 今天11月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务火化 上午开始 有民众前往最靠近户区的八宝山地铁站一带路边等候 试图向载运李克强遗体或骨灰的车队致意 但民众被现场警员劝离 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今日如临大敌